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就对音乐痴迷 许清徐说 十岁那年他迷上了一件事 站在家里的有线广播旁边听笛子独奏 当时那种比较落后的环境下 只有一种音乐 那叫有线广播 是从线广播站拉有线拉到割下割副 挂在墙上一个四方方的一个喇叭桶 那么经常放置好听的音乐 从小对音乐确实是好像特别的感情 特别是对消敌 那过去大家都很穷 那个五十年代的时候 五十年代初的大家都经济都不行 买个月起你也买不起 那么在农村呢 只有什么呢 最便宜的就是笛子 就是笛子你也买不起 一次机会 身为华侨的舅舅 给了他一块钱 他用三角七分买了一只笛子 开始自学 后来慢慢慢慢的自己摸 手拉西多拉米发售 给我摸出来了 自己摸出来 摸出来了 那么究竟这种是非常低级的 没有老师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断的边听 实际上呢 这个有线广播就是我的老师 有线广播就是我的老师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你当时跟谁学的 你老师是谁啊 我没有老师 你是无师之同啊 那么没有老师 到现在我有些风格呢 是我自己 自己完全自己成为 独门的一种风格 12岁那年 徐清局在老家参加了一个农村乐团 也就是从那时起 徐清局和南英结下了不解之缘 无始年没什么电影呢 那么农村只有一个那个土班子 就叫南夜社 南英社 也叫玄管 玄管我们敏兰化在玄关 那么玄管这里面呢 也是很多老人 那么我就到那边去 去跟他们学南英 学南英我跟他学南英的时候呢 我笑啊 敌啊已经会吹了 18岁那年 徐清局到厦门参军加入了宣传队 徐清局至今还记得 1969年 他和文工团的团员们一起被选送到北京 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大会上 表演南英 大受欢迎 徐清局说当时还出了一份喜报 到现在还保留着 20多年大庆演出呢 演出完 得到一个紧急通知 那么给我们传达 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 我这个当时是不得了的大事情 那人民大会堂实际上接见了 只有几分钟 为什么吗 因为人太多吧 这个二手倒是没有 没有二手就是人 就在我前面 从现在回想起来呢 还是有些 还是历历在目了 还是非常好像觉得昨天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 徐清局一年表演的次数 达到五六十场之多 但酷爱音乐 是男婴如生命的徐清局 却曾经因三个月两进手术室 而差点和自己心爱的男婴 分道扬镳 太爱这个东西了 医生也跟我讲 不能再吹了 因为你是这个阳和西路 而且甲状腺手术 这个对你的这个声带 对你的这个整个合容 这个都有影响 但是因为对烟业 对这个男婴对萧迪 太过于酷爱 改不了没办法 又从朝就业了 其实除了男婴 徐清局还擅长南北销 曲迪 邦迪 大迪英迪 葫芦丝和巴乌等 但是2007年退休后 徐清局退掉了很多表演 全力投入到男婴的教学当中 后来他又成立了开源南岳社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领悟 男婴的魅力 一直想为男婴的传承 做点贡献的他 常常开免费的教学 如果发现好的苗子 甚至会免费教授 我只觉得男婴界都是老人了 这个男婴是非常非常美 非常好的一种传统艺术 而且几千年遗留下来 是非常的不易 那么如果到了这一代断档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而且是我们号称是 中华文化的魁宝 那么这魁宝现在的都是老年化了 那么接班为什么会这么难 我就在琢磨这个事情 现代生活节奏快 为了让年轻人学男婴 让男婴得到传承 就必须用现代的方式去教学 意识到这点的徐清局 将口口相传的男婴古谱 翻译成了现代人可以弹奏的 削平演奏谱 也就是把一首首男婴曲目 用西洋乐谱的方式呈现 让每个人都能更方便地学习男婴 写这种谱要具备三个要素 第一 你对男婴的韵味 韵律 你要懂得 第二 你要懂得现代的音乐 第三 你要对消敌演奏要水平相对也比较高 才能够写出这个谱来 切意不可 退休后他就一直着手翻译古谱 徐清局说 男婴的古谱很复杂 有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三十二分音符 因此要翻译成现代音乐人能理解的谱 就显得非常繁杂 很辛苦 很辛苦 有时的人眼睛都看花掉了 那个蓝点是在什么地方 蓝点在 你要细 你要出的 不蓝 你要细就非常的蓝 每一个音 每一个业绩 你都要一推敲 再推敲 不是写出来就行了 第一个 第一遍 把说这个比较粗的稿 把它整个写下来以后 然后一句 一句 这一句 接下面一句 必须要用什么样的音来过渡 但是你不能离开蓝音的灵魂 徐清局说 蓝音有很多特殊的音 具体哪个音最好听 就要去琢磨 再将这个好听的音 翻译成现代音乐 到现在 他已经成功翻译出了 五十多首蓝音曲谱 获得去年年底 厦门市第十八届 男音唱腔比赛 七月组一等奖的 道指处 是他所有翻译作品中 最难的一首 为了这部作品 许晶局 足足翻译了 一个多月 这个曲子呢 也是蓝音里面的 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曲 而且难度比较大的 就改变难度吗 他本身唱的难度就大 如今 萧萍演奏谱 已成为 许晶局的独门秘籍 厦门第十四届 十五届 十六届 男音唱腔比赛 综合组的第一名 都被许晶局 和他的学生包揽了 但严实出高途的教学方法 让许晶局多少感到 有些过意不去 许晶局在南音的教学上 读书一致 自成一派 加上近些年 政府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 鼓励和激发了部分学生 学习男音的热情 因此 许晶局逐渐培养出了 一批男音的少年接班人 还有很多人想挤进来学 完全要靠个性教育 为什么这些学生会学得这么好 学得这么快 应该说三要素 我刚才讲的那三要素 现在又另外一个三要素 第一要素是学生的数字 你要这个学营业的天赋 第二要素 老师 您老师 你一定要很负责任 许晶局说 未来他还希望把自己所学的男音 交给更多人 从接触男音到传承男音 许晶局走过了数十年历程 他也被认为是厦门男音界的老革命 子力颇深 但对此他觉得一直很谦虚 男音我从内心里面觉得男音太优秀 很深奥 我到现在 我一直在男音界里面 这个说我是男音的小学生 为什么我是小学生呢 我不断还在向老男音人学习 男音应该说在到现在 延续到现在呢 在这几年是有所发展的 对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 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重视下 这个各级政府 对这个最快都很重视 所以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 男音有救了 男音春天到了 许晶局这位年届69岁的老者 业内称他为厦门第一敌 在去年年底结束的厦门市第18届 男音唱腔比赛中 他所开设创办的开源南乐社 摘获青少年七月组一二三等奖 这样的成绩 在厦门民间南乐团中颇为罕见 但成功绝非偶然 这归功于数十年来 许晶局沉醉于男音的传承中 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培养出了新一代的传承者 将现代曲谱与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 应该说给男音的发展 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和未来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濒临失传的传统艺术 能够借鉴类似的方法 在创新发展中重获新生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十分关注 明天下回